现在在新闻画面看到T字形大楼梯的大厅 给人白镜明亮的印象 其实原本的设计可以说是富丽堂皇 从现存的黑白照片可以看到 大家好,欢迎来到林东奎聊建筑 用Google地图搜寻总统辅实 会看到这个知名地标被标示为 历史悠久的宏伟巴洛克风格建筑 我们时常可以听到许多有关自动建筑的都市传说 有哪些是确有其事 又有哪些是以而传而呢 今天来和大家聊聊这座台湾人最熟悉的日制建筑 台湾进入日本时代 前半期的总督府位置 是在今日的台北市中山堂所在的街口 沿用清国在台湾兴建的钦差形台 布镇史诗衙门和巡抚衙门等建筑群 1905年,这座旧衙门发生火灾 史证以来的重要文件被大量焚毁 隔年总督府便编列建造新厅设的预算 并决定采用日本从来没有办理过的公开净图方式 征求最优秀的设计方案 为什么日本人会选择在台湾进行第一次的建筑公开净图呢? 其实当时台湾总督府内也有许多优秀的建筑技师 但是因为民政长官厚藤欣平为了奖励建筑学术 并且试图吸引全日本优秀的建筑师来投稿 激发出更好的方案 于是他指示土木局长常委办平立案 经总督佐久坚佐马太批准之后 编列了150万元的建设预算办理净图 净图的金额定定为 夹赏5万元 移赏4万元 和丙赏3万元 这样的金额有多少吸引力呢? 当时出任小学教师和巡查的月薪 不过才8-9元而已 所以新总督府建筑净图的奖金是非常吸引人的 之后总督府开始订定共24条的净图规则 并筹组审查委员会 由总督任命 这些审查委员可说是日本建筑界的一时之选 除了土木局长常委办平 和银扇科长野村一郎 还有陈野金吾 中村达太郎 金木赖皇 总本静和一中中泰 七位委员皆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的土木科或建筑科 之后便在建筑学会及建筑杂志进行宣传 广邀全日本的建筑师加入这项史无前例的大赛 目前在一些导游和导览志工的说明中 时常会听到原本的净图评选首奖为 林木吉兵位 但是因为被评审认为他的方案是抄袭 便取消资格 这其实是过于简化的说法 在第一轮比赛获得注目的林木吉兵位 到了第二轮提交方案时 除了被评审认为样式与荷兰海牙的国际法庭和平宫太过相似 更关键的原因是 评审同他提交的一百分之一的图面 发现林木的细部设计能力不足 于是最优先被淘汰 最后得到假赏的是长野宇平治 宜赏是骗刚安 宜赏是阴景小太郎 评审们也针对当时社交必备的场所 西烟市到底该放在哪里进行了激烈的辩论 当时提交了许多的方案 最后的结论是在内部面对庭院的结构 转角安排实验室 这个地点既不会离办公室太远 且因为又能够顺利的从窗户飘散到庭院中 更重要的是评审中村达档认为 配置在转角的位置 具有稳定整体建筑结构的功能 最后所有委员一致同意 耐政在台湾是非常重要的考量 后来实施长野宇平治的方案时 便在四个面对内庭的转角都加上了实验室 至于时常有谣传 整体平面为日字形 代表的是日本的日这个字 其实这种平面既强调对称建筑的中轴动线 也便于促进空气流通 在全世界都可以看到 和汉字并无关联 不过到了1909年公布净土结果时 假赏竟然从缺 长野宇平治的方案变成一赏 片刚安得到了丙赏 殷井小太郎成为落选头 这是怎么回事呢 长野宇平治非常的不服气 他写信向台湾总督府提出抗议 认为评审应该评比是方案的优劣 但不应该设定最初评选规则 并没有写到的等级门槛 政府应该遵循信用原则 给予净土悬赏时承诺的报酬 结果他得到了民政长官 大岛久满次官腔的答复 强调按照净土规则 委员会本来就有最终决定权 无奈的长野宇平治 只好领了一赏的奖金 并且将申诉书和总督府的回复 投稿刊载在建筑杂志 后来更连续投稿八篇 讨论净土制度的文章表达不满 结果此意挑战官方的壮举 受到了建筑界的钦佩 1917年 日本的建筑师 成立同业工会建筑士会 长野宇平治被视为 勇于争取权益的精神领袖 获选为初代会长 这个结果 连长野本人或许也死掉未及 依照总督府的制度规范 工程须指派公事主任 也就是监造的角色 而台湾总督府的公事主任 就是森山松之柱 他其实也有参与净土 但是在第二阶段却落选了 当时他正任职台湾总督府营善科 而净土规章 并未禁止总督府职员参加 因此他便以净土落选者 和官方人员的双重身份 微妙地担任 最后调整参与平治方案的角色 根据同时也任职总督府的建筑师 景守勋的回忆 当时三三松之柱 带着遗传的图面 回到东京找人讨论 是要把长野与平治 中央小塔改为穹顶 还是更高的高塔呢 回到台湾重新设计后 就成为现在我们所看到 中央塔楼加高为60公尺的方案 经过三三松之柱 修改的新听设 除了塔楼长高 还有什么不同呢 原本长野与平治在外墙 采用灰白色系的石器质感 较为接近朝鲜总督府 只有在入口的车际 使用红白相间的砖石混购 凸显了入口华丽的视觉效果 但是在修改之后两者对调 整座建筑 皆采用红色面砖 和白色带式交错的华丽风格 只有在入口车际采用石器的外观 这种来自英国维多利亚时期 流行的建筑风格 在日本正是以建筑师 陈也金吴为名 而被称为陈也市 此外 加上了小圆顶 转角塔楼以三角三墙装饰 连续的圆拱窗 和古典柱式交错排列 热闹丰富更像是 商业建筑常用的风格 台湾总督府 可以说是全球在帝国主义时代 全世界总督府 少见表情不那么严肃的特例 现在在新闻画面 看到T字形大楼梯的大厅 给人白净明亮的印象 其实原本的设计可以说是富丽堂皇 从现存的黑白照片可以看到 挑高三层楼的空间 总共有20根古典复合式柱 环绕的大厅 墙壁采用大理石搭配灰泥雕饰 搭配金箔和大幅壁画的装饰 给人气派辉煌的振泽感受 二楼会议室的装饰柱 也在战后的整修整排被拆除 仅留成漂浮在半空中的弧形天花拱顶 感觉十分怪异与不协调 大厅两座壁刊内的壁画 委托东京美术学校的教授 钢田三郎柱绘制 左边那幅是陛下御上路之图 右边的是石门的西乡嘟嘟 两座作品的主角 分别是北白川公能久亲王 与西乡同道 象征着台湾对日本而言 具重大意义的两大历史事件 椅卫战争及牡丹舍事件 楼梯的上方 延带中央则有台湾水牛造型的雕塑 与总督官邸二楼的梅花路头 都是台湾特有的动物 只是这些壮丽的装饰列柱 因为战争而毁损 至今没有复原 但是或许壁画仍然埋藏在 层层的油漆后方也不一定 目前大厅上方的牛眼彩光窗 玻璃透明已经没有图案 但是原本森山松之柱 委托自己东大的同班同学 后来有着关西建筑之父 之称的五田五一 设计了新艺术风格的 彩绘镶嵌玻璃图案 五田五一选择山茶 梅花 牡丹 紫藤 木兰 千牛花等图案 再由著名的玻璃工艺家 小川三枝制作 后来采光窗在战争时期 毁于空袭轰炸 战后阴露旧简未能复原 直至今日仍是朴素单调的 铝窗和毛玻璃 这栋被战后学者 视为是军国主义象征的建筑 其实也曾经有非常浪漫的美学品味 台湾总督府在战后 阴错阳差地成为 中华民国的总统府直到今天 在外观上最大的差别 就是车技立面 呼应远拱门的圆湖三墙 被整修成平整的水平屋檐 从屋内可以走到 成为露台的车技之上 这在1948年修复的当时 或许是因为经费和技术的考量 却好像魏谱先知的预言 整修完工的次年 整个中华民国政府搬迁来台 蒋介石正好获得一块独裁者 尝试广场均荣壮盛 万民拥戴的阳台 就好像真的相信自己 就快要反攻大陆了 2000年政党轮替之后 陈水扁总统积极更新 这座在他市长任内 给予古迹身份的老建筑 崭新的表情 除了取下介受堂的匾额 把大门的介受馆 门额改为总统府 他还委托了当时 时任故宫院长的林曼丽教授 组成并且主持专业的顾问团队 挑选包括李时桥 陈廷诗 林玉山 陈云成 岩水龙 卢元华等台湾本土艺术家的作品 重新打造会客室为 红厅 绿厅和琴厅 在国家门面空间展现台湾精神 让世界看见台湾文化的深度 其实我个人认为 总统府最理想的空间使用安排 使搬离这一座百年老建筑 前往为了台湾当代机能需求打造的新建筑 这样也才有机会彻底修复文化资产 恢复战后破坏原貌的改建 还给文化资产最完整的面貌 再开放给民众 到这里欣赏台湾的历史与文化 更加认识这块土地的故事 至于我的愿望是否能够实现 就看主政者的远见了 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里 林隆葵 聊建筑 我们下次再见 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